大家好 现在茉莉花进入第一波花开花的季节 那么有很多花友的茉莉花可能已经开始花爆满之头 也有花友的茉莉花还没有开始冒太多的花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让茉莉花能继续养分开花更多 这个技巧就是给茉莉花梳理老叶片 比如说一些下面底部太老这些叶片 我们可以给它梳理掉 梳理掉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它这些养分供给一些花苞 不给它浪费太多养分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可以让植株里面这一部分更加的通风更加的透气 不容易让一些细菌虫害在里面繁殖 但是我们要适量的保持里面的叶片的量 不要清理的太多 像这一种的话 尽量把下面的两对到三对叶片给它清理掉就可以了 立下这个季节也是最多病种害快速活动的一个季节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小方法来处理一下我们的茉莉花 让它减少病种害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